这白萝卜怎么卖 一块 来给我撑上几个吧 给我拿个大段 我要撑五根的吧 这个多 你说要几斤 七八斤吧 九斤就行 九块钱 九块钱 大家好,我是黑哥 今天在市场上买了几根大白萝卜 今天让老妈给我做点腌萝卜 黑哥比较好吃这个 老妈今天要做腌萝卜 我买了四根大白萝卜 我先把它清洗一下 萝卜全部洗好了 该叫老妈登场了 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泡菜萝卜的制作方法 儿子今天买了四根大白萝卜 现在我把萝卜处理一下 先将萝卜的头上去掉 我把萝卜处理一下 我先将萝卜 切成两厘米的厚片 妈 这萝卜不用削皮 不削皮 再改刀 把它切成小方块 大概这么大就可以了 妈 对 这么简单 我来切吧 你歇会儿 行吗 我来切 行 你出去歇会儿 好嘞 这种白皮萝卜的水气 特别的大 我们这边本地的萝卜 它是绿皮比较多 能行吗 能行 这东西还有规则吧 没有吧 基本上切的差不多就可以 是吗 好 儿子把萝卜全部切好了 四根萝卜就切了这么一大盆 现在我在切好的萝卜里 加入150克咸盐 然后将它搅拌均匀 让每块萝卜都充飞的蘸上这个食盐 现在天已经热了 我把这腌好的萝卜放到这个冷藏这边 让萝卜腌上这么24个小时 萝卜已经腌了24个小时了 现在我把它取出来 我将腌好的萝卜盛到另一个盆里 这能腌两罐吗 我看差不多两罐吧 装不满意的一罐多 一罐多 对 九斤了吗 这萝卜 这水有三斤了 你看看 哦 水底有三斤 腌好的萝卜 还需要空水一个晚上 哦 这还需要空水一个晚上 对 把这萝卜里的水全空上出来的 对 将大盆里的盐水倒掉 在大盆中放一个小盆 取一个干净的笼梯 放在小盆上面 将腌好的萝卜 全部放到笼梯中 将萝卜均匀的铺开 在萝卜上面铺一块干净的笼布 最后将接满水的大锅压到腌好的萝卜上 这样可以挤出萝卜里多余的水分 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在上面压一块大石头 好了 让它这样压一个晚上 我现在摘点小米椒 做点辣椒酱 不能吃辣的 也可以用普通辣椒代替 好了 小米椒摘完了 把摘好洗净的小米椒放到案板上切碎 在这里我提醒广大网友 切辣椒的时候 尤其是小米椒 千万不敢揉眼睛 那样后果会不堪设想 小米椒全部切好了 现在我再把它切碎点 小米椒就剁好了 把它盛到盆中备用 在剁好的小米椒中 倒入30克的白糖 把它搅拌均匀 做成辣椒酱 这小米辣的预盐它出水 这糖也能杀出这水分 对 这里腌多少时间 腌10分钟 腌10分钟就好了 对 我用满满的一锅水 把腌好的萝卜压了一个晚上 现在我把锅端走 看看效果怎么样 来吧我端吧妈 这一锅水滴有15斤 儿子帮我端吧 哎呦 我看一看怎么样 脱干水的萝卜 现在非常柔软 我看压了多少水 又逼出了一斤多水 还不带昨天晚上挥发的 这萝卜就已经算是脱了水了吧 压干了吧 是 这就算脱了水的萝卜 现在就可以调味了 行 那我把这个去掉 我把这个大盆洗一下吧 妈 好 儿子已经把大盆洗净了 现在我将脱了水的萝卜 倒入大盆中 盆中加入20克细辣椒面 增测20克粗辣椒面增香 最后倒入腌制好的辣椒酱 哎呦这个小米椒这味儿 一股子拉味就冲上往鼻子上来了 拉吧 拉 这吃的才过瘾 才下饭 现在戴上手套 下手把萝卜和辣椒搅拌均匀 这马上不能吃吧妈 把它腌上三五天 现在就想吃了已经 已经闻见香味了 好看了 好看 又好看又好吃 麻麻盆萝卜框 马上就制作完成了 好了 已经搅拌均匀了 这是我提前洗好的玻璃瓶子 玻璃瓶子里面不能有生水 如果有生水的话 萝卜干会变脂 现在我把拌好的萝卜 装入瓶中 这一瓶能装下吗 估计装不下 装着看着 对 看着萝卜看上去 多诱人 这个越压子越好 看来这是能装两瓶 看这盆里还有这么多 装不了两瓶也能装一瓶半 我把剩下的萝卜装到另一个瓶中 这就真够我一年吃了吗 关键是辣呀 这辣子下饭去是 少吃点也别多吃的太多了 不管萝卜装满装不满 一定要压瓷 好了 我把这片也压瓷 也压好了 萝卜已经装好了 现在把它密封好 盖上盖子 把它放到冰箱里 冷藏三到七天 就可以打开食用了 香达可口的烟萝卜 大家学会了吗 大家好我是钢子 豆腐呢是我们中国老百姓 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食材 但是呢豆腐的种类也比较多 一般来说呢分为北豆腐 南豆腐 内脂豆腐 那么钢子是北方人 自然先说一说北豆腐 俗话说的好 卤水点豆腐 一物降一物 这个呢说的就是北方的豆腐 北豆腐呢它的水分含量是最低的 摸起来呢比较硬也比较粗糙 它的蛋白质含量呢也是其中最高的 能达到12%以上 卤水的主要成分呢是绿化钙和绿化铭 所以北豆腐的钙含量也是最高的 第二种呢咱们说一说南豆腐 南豆腐呢是以石膏为凝固剂 摸起来呢手感比较的细腻 所以呢也叫嫩豆腐 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呢仅次于北豆腐 第三种呢就是叫内脂豆腐了 它是用葡萄糖酸内脂这样的原料为凝固剂 水分含量呢特别的高 所以呢它最为细嫩 它呢在这三种豆腐里啊 蛋白质含量最低大概呢只有5% 而且呢葡萄糖酸内脂它本身呢是不含钙的 所以呢它的钙含量是最低的 一般来说呢北豆腐适合做香煎豆腐 或者我们本地经常吃的豆腐菜 而南豆腐呢最为有代表的就是麻活豆腐 内脂豆腐呢比较适合做豆腐的汤羹类 那么从补充蛋白质和钙类的角度来说 北豆腐是最好的 也有网友问了在市场上不是还有一种叫日本豆腐的吗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这个呢不能算作叫豆腐 因为呢它是鸡蛋和水的一种混合物 好了豆腐的用途和种类大家分清了吗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刚才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